是 而且來看的是 剛剛我們聊的是台北市的部分 來看看的是在桃園 其實綠營的民調 是不是也慘兮兮呢 來看是桃園的七大封關民調 以一次來看幾乎一面倒 都是藍營裡先 只有兩個是 有一個是打成平手 有一個是差一點點 但其實其他幾乎五個都是藍營上綠 所以很多人就說 桃園要變天了嗎 很多網友就說桃園人是不是在蔡英文腻了呢 因為蔡英文一直跑桃園 一直來幫忙浮選跑了八次 但有用嗎好像根本沒用 而且邊際效用遞減嗎 有網友說這像強力抗生素 已經產生什麼抗藥性了啦 你已經吃了再多次 只是越來越弱而已 當心過頭還會還有反效果 接下來我們要跟圓芷來聊聊的是 你看這個桃園的現在最新的一個戰況 其實現場蔡英文去浮選 這個椅子都是空的後面都沒人 人都落跑了人氣非常的差 現在是不是真的像抗生素一樣 蔡英文你就來 就算你再來第九次第十次 抗生素已經沒效了 而且還會傷害身體你怎麼看 我第一個感覺就是蔡英文你是沒事幹 你可以去桃園這麼多次 他不是只有去桃園這麼多次 他來我們新北市也十幾次 我相信他去台北市也非常多次 所以他光去浮選就幾十次 你是沒有事幹嗎 蔡總統你是不是忘記自己是總統了 難怪我們現在內政亂七八糟 因為我們沒有總統 沒有總統大家好像也沒有什麼感覺 所以實際上他其實辭職 可能也都沒有人發現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我們剛剛看到那個椅子 很多人他們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們都被動員去的 那動員去的人有一個特性 就是活動假設是六點半開始 那他們六點就要做好了 六點就要全部都做好在那邊 然後坐在那邊 可是很無聊啊 就是聽他們講話 又在操作一些什麼抗衝寶台 聽著耳朵都長繭了 超無聊的怎麼辦呢 放空啊滑手機啊 然後坐不住啊 坐不住就站起來走一走啊 走一走就不回來了嘛 不回來了 所以你椅子就空在那邊空一堆啊 那這個其實也凸顯了 其實當時大家走的時候 蔡英文是還沒上台嘛 可是這也凸顯了 蔡英文沒有號召力嘛 因為如果蔡英文有號召力的話 大家是怎麼樣也會等在那邊啊 一定會等的嘛 因為我來就是要等他嘛 就像你去參加演唱會 等最後一個上場唱歌的 有號召力 可是蔡英文完全沒有啊 所以大家走了就離開 就不會再回來啊 你看這不是跟韓國瑜那時候 在選總統跟選市長的時候差很多嗎 晚上的場子下午兩點就去等啊 所以蔡英文不要再以為 你去幫人家站台有用了 我覺得根本就是票房的毒藥啊 然後再加上就是鄭運鵬 本身也是扶不起的阿斗啊 各位去看他的臉書 都是吃喝玩樂的啊 我一個印象非常深刻 他PO了一個照片 他敗票然後去買電動玩具 然後PO一個照片說 啊不過是買一個電動玩具 怎麼後面跟那麼多人啊 大家都面無表情這樣為什麼 因為大家的OS都是說 對我們很希望你選上 可是你自己好像不希望啊 所以一個扶不起的 扶不起的阿斗 再加上一個票房毒藥啊 各位覺得這個桃園的選情 鄭運鵬有可能拉台的起來嗎 那反觀我覺得 張善政現在就真的是越講越好 我真的這樣覺得了 不是說因為我跟他同黨關係 一開始他講話確實那種 學者的感覺太重了 所以沒有辦法好像講話沒有辦法 一針見血 可是經過了選戰的洗禮 再加上國民黨越來越團結 整個就大家站在他旁邊 氣勢越來越好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現在所有的民調 顯現出來 張善政都是領先鄭運鵬啊 然後鄭文燦 大家都說這次張善政是跟鄭文燦在選 鄭文燦又沒有四年前那麼強 他的很多公共工程都被拿出來檢驗 所以鄭文燦的光環消失 蔡英文跳忙毒藥 鄭運鵬扶不起阿董 張善政越來越好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高 桃園的選戰我是非常有信心 好 非常感謝原知的寶貴時間 提出的精辟的獨焦看法 感謝您 謝謝 謝謝 掰掰 掰掰 所以從裡面呢 全天候現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電解磁氯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呢 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而且沒有污染 兒童孕婦呢都是很適用的 哪裡可以買到水神生成精呢 就是上我們的快點GO